时光音乐会2 第五期第六期的《你邀请歌手》阵容来袭 这两期的飞行嘉宾已经开始采取第一季的反场模式进行 第五期歌手除了常驻的六位歌手 周深 田振 孙岳 胡夏 阿渡 梁永奇以外 还请来了第一季的常驻歌手郁可维和小鬼王林凯 想来 第二季的时光音乐会除了要本期歌手的人气加持 还需要第一季的收视歌手流量 不然总会有观众说音宗节目的第一季是天花板 第二季不能超越第一季的说法 这也是芒果的老套路 从浪姐三领队姐姐反场 和P歌二一代哥哥反场达到的话题量和热度 都给芒果的新音宗时光音乐会开辟出新的道路 所以第一季歌手开始从第五期反场 每一期有一位反场 那么后面第七期和第八期 应该也会再分别请两位一季歌手反场 第六期歌手请来的两位飞行嘉宾分别是许如云和信 许如云浪姐三热了一把 不过淘汰的有点早 资历够 人气不够 信批歌二取得了好成绩 但是二代哥哥大佬们太多 也只是成团哥哥之一而已 但是这两位歌手还是凭借这两档音宗又各自火了一把 信其实可以作为常驻歌手在时光音乐会中的 毕竟他的经典音乐作品比较多 在音乐会中演唱也会获得较高的传播度 第六期的飞行阵容已经开始从P歌浪姐中选取了 那后面几期的阵容也基本可以猜到部分歌手了 必然也还会有《批歌浪姐》中歌手身份的成员 对比第一季的常驻歌手林志炫 谭永林 凤凰传奇 张杰 许如云 玉可为 第二季的常驻歌手 周深 田振 孙岳 梁永奇 阿渡 胡夏 实力上是不相上下的 林志炫 谭永林 凤凰传奇这几位歌手都是唱将型 第二季周深 田振 孙岳这几位歌手也都不弱 备份和出道时间上均值对比 第一季胜出 第一季请来的歌手显然自力更老一些 谭永林1973年担任乐队主唱出道 田振1987年在北京登台演出与东方歌舞团合作的歌曲 最后的时候而正式出道 再从人气上对比第二季略胜一筹 第二季深深代歌手周深和胡夏都是内地人气非常高的歌手 整体对比 人气 实力 资历 辈分各有千秋 所以第二季能否突破好口碑 还要看飞行嘉宾的阵容 第一季请来过任贤奇 小柯 李克勤 菲尔乐队等实力歌手 词曲创作人 第二季目前看到的阵容中只有邓紫棋人气引流 方文山作为词曲创作人参与 后续的飞行歌手成为了时光音乐会 是否能够成为王牌音宗的关键 是高开低走还是高开高走 节目即将播出 我们一看便知 接下来说时光音乐会2 官宣定档 常驻嘉宾及首期节目歌单曝光 音宗节目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 目前三大卫视也都有自己的代表音宗节目 东方卫视的《我们的歌》 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 《天赐的声音》 《芒果台的时光音乐会》 声声不息等 《芒果台的时光音乐会》 是去年刚推出的节目 不过由于节目形势新颖 加上嘉宾阵容强大 开播以来受到了网友们一致好评 在今年时光音乐会将推出第二季 节目第二轮录制已经结束 随着节目录制 嘉宾已逐渐曝光 而目前节目组已经官宣定档 时光音乐会2将于12月2日19点30分开播 也就是本周周五 第二季首期节目将播出 播出时间在新闻联播后 这个时间可以说是最好的黄金档 而且嘉宾阵容强大 因此这档节目肯定能够夺得 每周五晚的收视冠军 根据爆料可以发现 常驻嘉宾分别是 田振 孙岳 梁永奇 阿渡 周深和胡夏 其中田振和阿渡已经退圈多年 能够邀请他们同时回归 估计也只有芒果台能够做到了 首期节目他们将带来自己的代表作 梁永奇演唱《胆小鬼》 这首歌曲在第一季中 戴佩妮就分唱过 并且节目播出后成功爆火 孙岳演唱《快乐指南》 这首歌曲节奏欢快 而他被网友称为内地唱跳第一人 但在这档《慢音宗》节目中 估计他会安安静静地唱 不会带来唱跳的舞台 田振演唱执着 阿渡演唱《他一定很爱你》 周深演唱前不久 刚刚在《东方风云榜》中 获奖并演唱的《光亮》 胡夏演唱《替我照顾他》 而首期嘉宾除了常驻嘉宾之外 还有两位飞行嘉宾 邓紫棋和张栋梁 邓紫棋将带来他今年新专辑中的歌曲 《天空没有极限》 邓紫棋今年上半年 一直在闭关做专辑 《时光音乐会2》 是他今年参加的首档节目 虽然他只是飞行嘉宾 不过通过这档节目 也可以很好地为自己新歌做宣传 张栋梁是马来西亚籍的歌手 他的歌曲《当你孤独你会想起谁》 《北极新的眼泪》等都是非常经典的 不过首期他会带来哪一首歌呢 并没有透露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这档节目虽然刚刚定档 不过已经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特别是第二期节目飞行嘉宾曝光后 很多网友吐槽 不应该邀请非专业歌手参加 更不应该让他们合唱 接下来说 《时光音乐会2》 定档12月2日 首期歌单曝光 周深邓紫棋 阿杜开唱 他来了 他来了 他终于要来了 湖南卫视官宣 《时光音乐会》第二季 将于12月2日 即本周午晚19点30分上线 嘉宾阵容也正式官宣 早在节目开播前 就有不少小道消息流出 嘉宾阵容平隐猜测 而前段时间随着节目的录制 嘉宾阵容基本出炉 连首期歌单也出来了 本季的常驻嘉宾是 田振 孙岳 梁永齐 阿杜 周深 胡夏 首期的飞行嘉宾是 邓紫棋 张栋梁 据悉 后续还会有 吴克群 金沙 白举刚 刘根红 王大陆 戴军飞行 首期的歌单如下 田振 执着 周深 光亮 阿杜 他一定很爱你 胡夏 替我照顾他 孙岳 快乐指南 梁永齐 胆小鬼 邓紫棋 天空 没有极限 田振 想必不少网友不了解 他出道非常早 后期不在国内发展 所以人气不高 在那个盗版横行的年代 他能创下96年 国内唱片正版最高销量 足可见其实力于人气 代表作好大一棵树 干杯朋友 执着 她的风与彩虹 铿枪玫瑰 更是女足的对格 梁永齐也是乐坛的老人了 代表作花火 短发 胆小鬼 忠意她 孙岳出道较早 15年开始慢慢淡出大众视野 属于歌红人不红 代表作祝你平安 我心飞翔 魅力无限 快乐指南 周深 大家很熟悉 这几年堪称乐坛的劳模 不仅先唱了诸多影视剧OST 殷宗 晚会也是频频抛出感烂芝 而这一切都源自观众对她的喜欢 本次价谋时光二 想必会有不少出圈舞台 代表作大鱼 和光同尘 光亮 悬崖之上 度士情歌 想必大家都记得 一首 他一定爱你 让阿渡火遍大江南北 而她独特的嗓音则为她奠定了极高的歌堂地位 哪怕是十几年前的歌 现在听也不过时 代表作离别 思夜 天黑 胡夏 大家也比较熟悉 近些年一直活跃在大众的视线里 有音宗 也有OST 代表作那些年 知否知否 夏至末至 邓紫棋作为首期飞行嘉宾 非常吸睛 前段时间 她刚发完新专辑 启示录 昨天就在微博事件拿奖了 而这张新专辑反响也很不错 她的代表作非常多 泡沫 光年之外 来自天堂的魔鬼 AINY 桃花诺 倒鼠 手手都耳熟能详 提到张栋梁 就一定会想到 她跟王心灵的微笑pasta 在浪姐中 王心灵再度翻红 加上今年的0713翻红 回忆杀成为了不少节目的流量密码 毫无疑问 张栋梁的加盟会掀起不少90后的回忆 代表作 北极新的眼泪 在上一季 最精彩的 莫归于左林右里再度合唱 此外 凤凰传奇 玉可为张杰也带来了不少好舞台 不知道这一季 你最期待谁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